贵妃公司发出重大喜讯 海山鹰上航母了 中国第二款航母舰载机研制成功 意义重大 敬请关注本节目 日前 航空工业贵妃公司在光威上 发出了一则重大喜讯 重磅成功 海空雄鹰 并附带发表了一首诗 说明于事件的内情 实看海天成一色 英机长空正志 十年驻舰 今朝旧 忠诚贡献 强军威 从表面文字历解 海空雄鹰指的是 海山鹰教练机 十年驻舰说明了 实现了重大突破 海天成一色 说明该机 在航母上完成即将 至此 海山鹰成为了真正意义上的 中国第二款航母舰载机 也是中国唯一的航母飞行员 专业教练机 随着山东舰和辽宇舰的无意 再加上正在建造中的第三艘航母 中国海军航空兵 对航母舰载机飞行员的培训 成为正中之中 在过去 海山鹰并不能上舰 只要承担舰载机飞行员的 案例上培训任务 J15 则承担起了 在航母上培训飞行员的重任 一次带来了超负荷运行 机体损损严重 和费用高楼等问题 成为了制约海军 培训舰载机飞行员的关键因素 数个成为中国 下一代舰载舰载机 一直随在争议 包括教练9 山鹰和教练10 都是选项 最终山鹰为什么能胜出呢 早在2018年 海山鹰就在海军航空路上模拟是一场投入了使用 占领已经有了结果 当时海山鹰和阿美奥的竞工 非认为是一加不完成的进化将领机 事实上 选择山鹰作为将领机 并不是因为黑衣性脱口 而是总可考虑寻舰载机的结果 防护将领机的主要意味 等会是进出的飞行训练 属于出中机将领机 而练领是高级将领机 定位对无相同的 山鹰能成为中国第二管 接待机并的任务 几乎要重新数据GP架构 因此才有实弹和运输 这些 海山鹰过了使用航空 绝架式的强化成机 要在机体后的部 加装满足够 全力加强GP架构 要增加几乎架的强度 海山鹰和手机 更加强的机 机会改善低谱 低谱高速行动 多于使用海上使用大 都有用的环境 还要增强 坑补实力不力的 将领机将是航空上 出动频率最多的机型 使用年限的本场 把3-9改成航母交易机的难度 可想而知 航母战斗力的主要体现是舰载机 而舰载机形成战斗力的关键 就是飞行员的培训 海山鹰的入役 解决了中国培训飞行员最大的短板 也等于解决了 航母战斗力生成的主要瓶颈 未来有可能成为 训练航母的主要舰载机 对于年轻的中国海军航空兵 舰载机部队来说 海山鹰上舰的意义 堪比海军四大级的入役 海山鹰上舰载机